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韬光玩具箱 最近大家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国产新品消息 是不是觉得特别多眼花凉乱了呢 这一期我就给大家梳理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预计年前出货的国产神话 到底有哪些 我们今天还是按照一个厂家的顺序 给大家都分别来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先说的是目前的国内第一大厂鸡膜 我这个笑声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也确实现在无论是从产能还是热度 鸡膜都是当之无愧的No.1 鸡膜最近即将马上出货的有他们的海皇子 我听说海皇子是朴色版本和蓝色版本的 也都会相继上市 这一款产品也经历了一个价格风多 从308块 然后调整到目前的200多块的一个价格 我是第一时间就预订了 然后之后如果到货 我会给大家做分享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到我这蹲一下 下一款是这个吉摩的芭蕉马 但是这芭蕉马据说出货不会那么快 我希望它在年前能出来 OK 下一款是这个已经公布了一定时间的 这个鸣巨蟹也是吉摩的 这鸣巨蟹也是开定 其实已经有一定时间了 当时就是吵着说要马上出货 即将出货 下周出货 反正永远都是下周是吧 然后我就也就定了 然后得不到现在货在哪 反正据说也是这个年前出货 下一个也是吉摩画出的饼 是这个西路达 西路达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两张图目前 这个图批的都特别的这个鸟草 之前也有看到西路达的马 所以可能这个年前出货 也是有一定希望的 OK 吉摩大概就是放了这四个卫星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 年前有多少能这个兑现的 然后接下来看是这个吉摩一生的对手 星辰 星辰年前没有吉摩那么活跃 但是也还行了 他们的八角马据说也是很快就会出货了 因为这一次这个价格风波 星辰也是捞了不少口碑 这口碑立刻就给反转 但是我觉得大家更多这次挺星辰 可能也是确实是这个 因为吉摩的关系更大一点 至于如果星辰这个质量还是像以前一样 经常很拉款 那我觉得累积起的好感很容易又烟消云散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八角马的质量 对星辰的口碑还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之前建立起的好感就能巩固一下 如果不好立刻又打回原型了 其实我还是挺担心的 因为这个八角马大家也知道 它最大特点是什么 最大特点是塑料分件非常多 就你一听到这个塑料分件多和这个国产 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 多半就是一场灾难了 所以还是挺替星辰担心的 然后和吉摩对打星辰也有自己的海皇子 并且他还有上圣衣架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图片 就是给大家感觉说 我这个卖点就是可以上万代的圣衣支架 我相信很多人冲着这一点 也会考虑星辰的玩具 那到时候究竟和这个圣衣架的适配程度是如何的 我们到时候也会分享的 说完星辰 我们现在说前国产神话一哥GT GT现在这个众星大家众所周知 不在这个圣衣神话上 可能真是觉得这个神话是出力不讨好 但是他们还是在这个年前 放了一颗卫星出来 就是这个安全帽仙女EX 之前已经出了三款对吧 星蚀 紫龙 还有冰河 前两款我没有买 但是冰河我买了 而且我也做过分享 相比绝大多数的目前的国产产品 GT的质量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漆面各方面的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这也确实 但是就冰河来说 素体问题还是挺大的 素体又紧又脆 很容易损坏 希望这一次安全帽仙女在加价的同时 把质量也给把关一下 我还是比较期待这一款 然后说完GT 我们现在说一个星厂 这个星厂虽然是名字是新的 但是究竟是不是星厂 我们也不清楚 就是这个脑瘫模型 不是 就是这个NT模型 看到这两个字 我就忍不住脱口玩出了那两个字 他们这个是出的 这个也是喜露达 我发现这个国产厂家 其实也有一个互相配合的作用 这么多厂家在出神斗 那这个 我出一个这样的喜露达 也算是这个另辟蹊径 可惜我真的是 从他们之前发出的 不管是实物图 还是设计图来说 这个喜露达的脸 真的是 挺吓人的 你看脸上特别像眉毛 实际上是他的眼皮 而且他价格也不低 好像是将近两张的价格 咱们现在不是说正在修正脸部吗 如果最后修正的结果还是不错的话 也可以考虑入一个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吧 OK 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 我只是今天看到图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个厂牌的 如果知道的话 可以在留言中告诉大家一下 这个是一个海豆式的杂兵 国产有一点抱团取暖的意思 其实 有些厂它没有能力做所有的 一系列的这个产品 比如说它没有能力做一套海豆 它也没有能力做一套神豆 但是有其他比较大的厂在做 那我就可以根据这个 我也蹭蹭热度 你看这个喜露达 什么的海豆式杂兵 这不是都是遵循这个逻辑吗 杂兵其实 它有个问题就在于说 它不光是价格的问题 你也可能会价格很便宜 但是像我现在没有一个场景 我也没有一个柜子 我没有东西去做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暂时对吧 所以它面向的人群 其实说实在是比较窄的 首先你得有柜子 对吧 你最好还是有场景 这样的人可能会更多的去买这个东西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但是如果它价格真的还是比较合适 那也不妨先买几个 先收藏着对吧 到时候能用 也可以拿出来就用了 以上就是国产的一个神话的整理吧 看了这期我相信大家心里头也会有一个数 我基本知道说最近有什么新品 对吧 哪些是你们肯定会弱的 哪些是你们更不会考虑的 我希望在留言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期的这些涛光绿箱就到这里了 以后有机会也会定期给大家做一些这样的国产品牌的资讯的分享 那这些节目就到这里了 这里是涛光钱包买玩具的涛光玩具箱 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